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就是在考从三角函数值 要对回角度 你要看有没有可能对到 那看这三角函数值 他现在都给的是Sine 其实我们先回到这个半远来 Sine其实就是单位园上的这个什么呢 单位园上的那个Y坐标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个这边 那Sine什么时候才是那个 所以他有可能今天二分之根号三 二分之根号三有可能是几 是60度 但是呢也有可能是120 但是我现在三个都60度这样才可以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成立的 就三个都是60加60加60 这样子会满足这个 第一个可以选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说二分之一 Sine是二分之一的时候 你要注意 Sine是二分之一 它有可能是30度 也有可能是150度 所以小于二分之一 就是小于二分之一的角色 它应该高度要更低一点点 它就位在什么 比30度小 或者是比150还大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怎样 这时候就是它可以 这边就有机会了 它可以是 例如说它可以是160 配上10 配上10 这样加起来180 但是它们的Sine都是小于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OK的 第三个都要大于二分之根号三 大于二分之根号三 表示它只能借在60到120之间 这个东西就表示说 它的角度要借在60度到120 而且不能等候 但是这样子 这样加起来一定怎样 一定超过180 所以就没机会 好 那接下来 要等于二分之一的话呢 要么就是什么 二分之一刚好就只有什么 只有150 30 跟30 你这样子抽 不管这样子抽 或这样子抽 它们都 抽不出180 所以这也是抽不出来的 那这个有没有机会呢 两个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30加30 但是我这是用60 当然是没机会 但是二分之根号三呢 这个C有可能是什么 120 所以这样就有机会 对 所以答案就125 好 那所以在处理广义角 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就是说 你从数字对到 从数字对回角度 会有两个 所以你在加注上就是要注意 要注意 再从数字对回角度 要注意两种